他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却一般不提前跟我们说 为什么考试之后 他跟我们玩消失 为什么他提前把寝室的背路带回家 我亲自觉患他 我们欢迎吴一航同学 谢谢 吴兄弟 跟我回去吧 吴兄弟 我们不是说好 要做一辈子的兄弟吗 我没说过 张远山同学 马上就要上课了 请你出去 吴一航跟我走 我就走 吴一航现在是一般的学生 他不会和你走的 请你出去 我不走 请你出去 请你出去 我不走 我不走 平经一中校规 第六章第三十八章 行了 张远山 这是一般 不是你随便能进的地方 出去 吴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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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的事吗 那咱们华远碑怎么办 解散碑 咱们三个怎么参加 也不能解散吧 还不明显吗 吴依航要诚心 给咱们一伙 远山最邋遢 他为什么不回来 你永远也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不要难过 就算吴依航抛弃咱们 我们也不能放弃啊 嗯 我明白了 谭三你说得真不错 永远无法叫醒 一个装睡的人 他是转班了 但是他没有退队啊 哎 你们还不明白吗 他说一般不能随便进 什么意思啊 他是因为我们的 月考成绩生气 他假装抛弃我们 其实是在暗中 观察我们的能力 我们只要期中考试 好好考 拿到及格分 向他证明我们还有救 你是认真的吗 我听远山的 等我一会儿 赵医生 你给我回来 请不吝点赞